不想嘚 數位 哈哈哈哈 來一點不遺憾的 快一點啊 搶版面 需要來一點不同 今天又有個帥氣的通音 因為動作可以大一點 好 謝謝大家幫我們遇到一下 在本週六十二點 座員授標系統的華貴樂 以及請問要處犯 連亞文也舉坐 At AA1120 也是他的生日 歡迎大家一起來跟他慶生 恭喜亞文一路走來相當不容易 不過呢 他對表演的熱情跟專業 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請大家多多幫我們分享一下 相關的售票訊息 好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呢 訊息要中間一點 正式開賣 好 準備囉 好 要倒數三秒 好 等一下按下去 就在旁邊看一下 演作的很精彩 三 二 一 請起重 恭喜亞文回歸大舞台北流見 阿 木星阿 他的木星很強喔 各位 偉國望遠鏡已經照出了一個 好像水晶一般美麗的木星喔 所以呀 射手座要出雲啊 喔 那亞文的射手很強 天蝎這個運勢也蠻好的呀 所以炎宇宙就來了 而且這次炎宇宙的演唱會呢 是在11月28日神日當天 生日就是太陽回歸 所以當天的亞文一定是光芒四射祝福亞文的炎宇宙 酷展成功 耶啊 樂老師跟動作們一起棒 恭喜恭喜 太陽回歸光芒四射 謝謝唐老師 謝謝 你看到中間有斷電對不對 笑一下 笑一下 又開始聊星座啊 射手啊天蝎 啊不就很忙 很厲害嗎 就錢耶 啊 謝謝 你們想要回應他呢 這個唐老師也可以去駕利 蛤 蛤 蛤是嗎 蛤是嗎 上現場 你確定嗎 我沒有修音的啦 修音的啦 修音的 不過說真的啦 就是說 唐老師也算是你這幾年認識了一個不錯的好朋友 對 沒錯 你平常會跟他請教一些什麼什麼 比如說名字啊 或什麼日期啊這種事情 不會 我跟他聊的反而是比較是時事的問題 喔 OK 他也是蠻齊利的私底下對於這些 蠻有趣的啦 蠻喜歡看這些 好 希望有一天我們也改 不過他來我們也覺得蠻不好的 不過他真的可以來得忙 他也是也可以在台下當嘉賓 是 因為 唐老師他的 狀態就是他也是很拔氣的 他一上台 你可以 你可以休息很久 因為他可以講很長很長的 就是年度的星座浴室 然後一直唱歌 但是他其實很想唱歌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對對對 他讓他經紀人就是一直阻止他 你不要這個他經紀人阻止他 我們一起阻止他 我們跟他經紀人站在同一陣線 唐老師 別鬧了 他還是講星座就好 好吧 有在直播跟他亂講 但是唐老師真的是很意氣 幫我們錄的這個視頻 謝謝唐老師 謝謝唐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重點 各位有沒有發現 9月17號中午12點 做一系統開賣的 言語周圈 YAAM120演唱會的演出時間是 傍晚6點鐘 對 一般我們都7點半 為什麼年的是6點鐘 這個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算過吧 他不是說都沒有在問他 他不是說 沒有我都沒有在 我在聊事 這個6點鐘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因為禮拜天 大家可以早一點 回家 早一點回家 這也不用這樣 因為大家 我跟妳講 多數人一定會搞不清楚 一定有人會7點多才到 行不行 因為習慣 是這樣 其實你還是可以7點半唱 你就唱一個小時就好了 他前面來了 準時那怎麼辦 就還是 他家的是 可以這樣對待觀眾嗎 主要就是讓人家找回家 不是嗎 不是紀念開始 幫我們留意一下 給你們 這個是6點 幫我們宣傳一下 最後還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 謝謝這個 參加直播的朋友們 然後也謝謝一路上支持我的粉絲 這一路上 其實你們也蠻辛苦的 那這次這個演唱會 其實我不打算用 純粹演唱會的形式去跟大家呈現 我也希望大家 從各種不同面向來跟我做交流 然後不管你是在網路上面曾經有跟我互動的人 或是對於我的時尚存在有興趣的朋友 或甚至是主持戲劇或是歌唱方面都有 比如所謂的音粉 是 所謂聲音粉 或是所謂的戲劇粉 或是事業粉 你們都可以來 因為每一趴我都會讓大家 滿載的freak 太多粉 還有麵粉 拌麵的整形 麵粉還是 陳哥比較厲害 還有意料粉 太多粉 謝謝 開唱了 心情會緊張嗎 會會會會會 但是因為 正因為如此 就是想了一些內容 是跟 一般演唱會的形式不太一樣 然後 這個呈現會讓我覺得 呃 跟我這幾年 所留下來給大家的印象 會比較符合 不一定 這麼嚴肅的 有的時候是比較 有趣 然後好玩 甚至愛開玩笑 這一方面 對 那這樣時間六點的話 會不會擔心超差 因為感覺你就是會 講很多 或是做很滿 你說說話說太多 之類的 嗯 因為畢竟感覺來賓也會請很多 然後會不會就 吧吧吧的 來賓請多 來賓請很多 可能有一些會是免費的 哦 畢竟請來賓 可能就是 對你知道 還是要有一些 那個費用嘛 所以 對 斟酌一下這樣子 所以目前有徵求到免費的來賓了嗎 呃如果是免費 應該是就是鬼鬼 哈哈哈哈 剛剛看到唐強老師給你的祝福品 感覺是一樣 我完全沒有預料到是他 對 然後他 把最近這幾 這幾週的這個運勢都讓我知道 算是蠻幸運的 因為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射手很強 然後 木星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是蠻想了解的 然後剛好 其實我覺得最最神奇的是 這一次的演唱會的日期真的是 我自己沒有決定 然後 北流給我的時間這樣子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蠻神奇的事情 你幹嘛 那你唱會當天會會有跟生日一些有關的結論 生日喔 嗯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目前看到表上是沒有這一趴的 然後我自己本來就對這個 慶生這件事情沒有很在意 就是大家開心就好 對 這好像有發起就是生日捐嘛 喔對 嗯 怎麼樣你有捐嗎 我準備捐準備捐 那些是捐 哈哈哈哈 捐錢量力而為啦 但是生日去捐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不會太 自視也不會太無聊 然後讓自己感覺好像有付出 嗯 因為我覺得從小我們大部分都算蠻幸運的 就是被給予比較多 對接收比較多 那能夠當給予的人 我覺得那是一種快樂 當然唐老師就說你無處不在 尤其在社群 那平常是花多少時間在社群上面 因為你真的很忙 就無時無刻 真的假的 然後真的有很多人說 就到現在還會問問說 到底是小編還是你本人這樣子 然後我幾乎都會回說 就真的是我本人 然後很多人都蠻覺得蠻不可思議 覺得我很閒 然後有些回應我也就會冒汗 欸你是不是很閒啊 然後我說不是 是因為我真的是手機成癮症這樣子 嗯 你會這樣工作那麼滿 不會很累嗎 滿 會不會很累嗎 還好 因為我覺得蠻喜歡 就跟大家互動 然後這個互動我覺得有建立起一個 蠻好的風氣吧 就盡量用比較詭諧的方式 看待生活 那生活畢竟是 沒那麼的 不一定會這麼的開心 有時候很不如意的時候 就陪大家說說笑笑的 那這樣的互動會放在演唱會裡面嗎 會 那包括自己可能調侃自己的部分也會 對所以其實 如果你想調侃亞人 或是岩批 或是地質學博士的話 請歡迎來到岩宇壽 那怎麼像你一樣可以就是 揮得這麼有梗 我覺得我的那個 不知道耶 天生是嗎 也不是 就是 只要你是懷疑一個 輕鬆一點的心情可能就可以 對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現在很輕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聊到來聽的部分 最近阿倫有在為你唱情歌擔任 嗯 喔 對 那有沒有機會邀請 呃 裡面的人嗎 對 其實我已經有開始跟其中一些 呃 創作者們邀歌 就是可能要一起寫歌這種 那到時候看囉 因為 因為我覺得新的創作人的想法 一定是會跟我們這個時代 或是之前的時代不太一樣 所以期待跟他們裝出火花 對 那想再問你就是 在那個演唱會名稱上 放上自己的賺號名稱 當初的idea是怎麼來的 嗯 一方面就是衝那個 就是 按讚數嘛 跟追蹤數 真的耶 真的有要存 有多少的KPI KPI可能今年要達到200 對對對 所以 不管是IG或是Facebook 都要達到200 麻煩大家了 對對對 那如果有達到怎麼回饋粉絲嗎 達到喔 對啊 200太容易了吧 不然就請雞排囉 好無聊喔 這雞排是不是請太多了 不會啊 要請幾分 還是請我的飲料好了 欸好像不錯耶 對 對 如果達到200的話 就前100名的話 就給他們自己的飲料 哦 還不錯 那差不多 好 沒關係 昨天有到那個 鄧立平的音樂會 喔對 然後 剛好是 很多人就是討論說 跟阿本終於同框 是是是 是討論度很高 想說要不要可以講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事情 我覺得做演唱會 我也從他那邊學很多 我才發現其實做演唱會 有很多的美感是 需要被照顧到的 然後 甚至是要注意到 欸舞台 可能多一塊 LED 是多多少錢 心裡會有一個基本的素質跟概念 這樣子 我覺得對於藝人來說 你還是得清楚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你才知道你能夠呈現的 最高標在哪 比如說之前去看三藝老師演唱會 他都是用非常 直接 而且有創意的方式去呈現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不是畫 巨額 做出來的效果 那這就是創意 那我覺得這一行講說創意是非常需要的 那我覺得 可以跟之前自己 介紹工作的夥伴 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那也是一種 彼此開心的事 因為看他有成就能夠辦一場演唱會 然後能夠邀請到我 我們不是群帶關係喔 他真的是提案 然後最後最後是主辦方選擇了我這樣 所以其實真的蠻奇妙 所以他現在是轉往幕後 那這次演唱會有機會有跟他組合嗎 這次沒有耶 這次沒有 他畢竟是虛擬人為主的技術 那我可能還不需要 下次如果這樣有需要 下次我需要的話可能就 不是我決定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